華視星期三播出城堅新聞的時候 在畫面下方跑馬字幕 出現新北市遭到共軍導彈擊中 等戰爭與防災訊息 而早上九點多 也出現了大團火山爆發 巴士海峽發現石油 臺北下冰雹等測試用的文字 對此 華視今天凌晨是發出了聲明表示 公廣集團董事長陳玉秀 華視代理總經理陳雅玲請辭 以事負責 這個星期三 華視城堅新聞一開場 主播播報天氣狀況 但是螢幕的最下方出現了快訊 則是新北市遭到共軍導彈擊中 以及戰爭導致各地爆發搶購潮 新聞開播七分四十九秒之後才發現錯誤 進行修正 當天上午九點多 更出現了大屯山火山爆發 巴士海峽發現石油 臺北下冰雹雲等文字 NCC表示二十號收到實踐民眾檢舉 表示此舉設有違反廣播電視法 無線電視台都是關鍵基礎設施 對於訊息的傳遞的正確性 應該會有更高的標準 NCC指出違反相關法令最高可主兩百萬元罰還 而華視也馬上更正道歉並懲處八名工作人員 剛剛返國的代理總經理陳雅玲 也向社會大眾道歉 調查局臺北市調處展開約談 NCC也啟動行政調查程序 後續會再做討論 華視召開了自律委員會 二十一號下午在公事董事會上 陳雅玲透過視訊口頭請辭 不過被董事會未留 而最新的發展是 華視在二十二號凌晨一點三十分 發出聲明 公廣集團董事長陳玉秀 華視代理總經理陳雅玲辭職 已是負責 記者林靜梅 莊志成 沙咽其無其昌 綜合報導